好 現在我們來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立體 加100公克的水加熱的過程很穩定 表示同樣時間會給一樣的熱量 2分鐘測溫一次得到關係如表 請問你2分鐘到6分鐘吸熱幾卡 很簡單 最後的問題想起 人家問我吸熱熱量功能是什麼 H等於MΔT 那什麼叫ΔT 我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質量乘以溫度變化 有沒有質量 有 100克 有沒有溫度變化 2分鐘22度 6分鐘27度 所以往裡面帶27-22 我們用高溫減低溫 算出來叫做500卡 所以答案選A OK嗎 OK 很好 那請問你1公克的甲烷 完全燃燒提供13000卡 有90%跑掉 表示有沒有拿來加熱 沒有 拿來加熱只有多少 10% 然後可以使130克的25度吸熱水上升到幾度 你後面那個不要管 你後面不要管 許的比熱這裡不重要 這裡用不到 我們還沒有加比熱 多少 用剛才公算就可以了 好 來 走 一個叫做28 一個叫做12 一個叫做6號 上來 6號不在 6號只有生不在 換一個可愛小女生 15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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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號也不在嗎 沒有15號 那麼就是 怎麼都女男生啊 4號 4號 12號也不在 12號也不在 換了一個小女生 叫做 11號 有 上來 上來鞋子 我不會 出去 Marx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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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有一個 好 好 來 這個不會不理他了 這位賽哥 你這樣寫不好 雖然你的算法基本上正確 但是你沒有寫公式 沒有寫計算式 你不知道你在寫什麼 而且你的寫那個算的方式 跟公式樣子完全不一樣 你以後會亂掉 你常常會亂掉 會亂成亂除 好 這個呢就感覺好一點 還有寫上去H的MΔT 會好一點 知道它在算什麼東西 知道它在算什麼 OK 所以呢 公式 H的MΔT 高溫減低溫 熱量13,但只有10%拿來加熱 所以要乘0.1 質量130ΔT 高溫減低溫 它只問你上升幾度 所以只要調理就好了 不是 這兩種問法 10度變成30度 上升20度 有人問上升幾度 答案是20度 有人問到幾度 答案叫做30度 考試看清楚 題目問的是20度還是30度 是上升幾度還是上升到幾度 所以答案叫做10度C 所以我們變成3的答案就是10度C 很簡單很容易 OK嗎 OK OK